福建十个5A景区,你去过几个? 1.古浪雨 古浪雨风景名胜区位于厦门岛西南,与厦门市区隔海相望,是世界文化遗产,树有海上花园之域。 到西南方有一礁石,每当涨潮水泳,浪机礁石,身似雷鼓,古浪雨因此而得名,因常年受海浪拍打,形成了许多幽谷和翘崖,岛上岩石真荣,挺拔雄秀。 相应程序,明朝末年郑成功曾屯兵于此,岛上上存水操台,石在门等当时的历史遗迹,英法美等13国曾在岛上设立领事馆。 中外风格各异的建筑物被完好的汇集,保留,有万国建筑博览馆之称,小岛还是音乐的卧土,人才辈出。 钢琴拥有密度居全国之冠,又有钢琴之岛,音乐之乡的美名。 主要景点有日光炎,书装花园,浩月园,玉园,古浪石,钢琴博物馆,郑成功雕像。 2. 武夷山 武夷山风景名盛区位于南平武夷山市,福建与江西两省交接处,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树有八米第一圣境,奇袖甲东南的美誉。 武夷山是典型的丹霞笛卯,自古以山水奇袖为名。 盘曲山中的九曲溪和沿岸罗列的三十六峰,七十二洞,九十九岩,构成一幅碧水丹山的天然美景。 九曲溪如伐飘流是游览武夷山的最佳方式,游山不用藏而用粥,顺着弯弯曲曲的细流前行, 两岸其风怪事林匿,珍奇斗桥,有一种一步换一景,人在画中游的惬意。 主要景点还有天游风,玉米风,一线天,苦笑颜,大红袍,武夷金色,水年洞。 3.泰宁 泰宁风景名盛区位于三明市泰宁县,是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中国丹霞的六个体名地之一。 由大金湖,石网,八仙崖,金劳山,泰宁古城,古达景区组成。 景区以典型的青年期丹霞地贸为主体,以水上丹霞,霞谷群落,洞穴奇观,原始生态为主要景观特点,有天下第一湖山的美誉。 浩瀚优胜的湖泊与千姿百态的丹霞奇观完美结合,阳刚与阴柔相继,桃放与婉约互补,构成了景象万千的水上丹霞奇观。 泰宁古城历史悠久,人文积淀丰富,有汉唐古镇两宋明城的美誉,拥有江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明代明居建筑群。 更曾出现过隔阂两状元,一门四进市,一项九举人的盛况。 4.福建土楼 福建土楼旅游景区分为龙岩市的永定土楼景区和张州市的南京土楼景区两大部分,是世界文化遗产,被牺牲为中国古建筑的一朵其他。 福建土楼产生于宋元,成熟于明清,是以夯土做墙而建造起来的集体建筑,呈圆形、方形、四角形、五角形等多种形态,各具特色。 凸显了客家人聚足而居的古老传统,是全球客家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客家土楼一般位于山沟之中,衣衫傍水,与周边生态环境融为一体。 土楼类冬暖夏凉充分体现了土楼与景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被誉为中国科家文化的博物馆。 主要景点有永定的眼香楼,正福楼,南静的玉仓楼,田螺坑,云水瑶。 5.白水洋鸳鸳鸯西 白水洋鸳鸯西景区位于宁德市平南县,是世界地质公园, 分为白水洋,鸳鸯西,刘公园,太保楼,鸳鸯湖五大景区。 白水洋被誉为天下绝景,是世界唯一的潜水广场, 平坦光滑的岩石河床衣食而就,布水均匀,水面紧紧没过脚踝, 阳光下波光燕燕,一片白翅因而得名白水洋。 鸳鸯西被誉为爱女圣地,人间仙境,在白水洋的下游, 是全球唯一的鸳鸯弥猴自然保护区, 鸳每年有数千对鸳鸯从北方到此过冬, 呼称鸳鸯西,景区森林茂密,峡谷纵横, 也是我国瀑布最多的景区, 其中百张记水年洞是全国五大水年洞之首, 小湖口瀑布,顶潭仙谷也是游客登山探忧, 避暑休休闲的圣经。 6. 青园山 青园山风景名胜区位于泉州市丰泽区, 因山上泉眼众多,所以又叫泉山。 主峰海拔498米,与泉州市山城相依。 自古以来,青园山以36洞天, 十八圣境闻名于世, 其中有以老君言、千手言、弥陀言、 碧霄言、瑞相言、南台言最为有名。 整座山最大的亮点就是位于山下的老君言, 也就是老子的雕像, 是全国现存最大, 艺术价值最高, 年代最久的道教石雕。 南台寺在青园山幼峰之巅, 此处景色幽奇, 如空中楼阁, 有天然图画之称, 是登高望远, 俯瞰泉州城的好去处。 此外,红衣大师的舍利塔, 历代古人的摩押时刻, 山顶的天湖, 也是游客寻谷休闲不可错过的景点。 7.泰姆山 泰姆山风景名声区位于宁德府顶市东海之宾, 是世界地质公园, 与武夷宴荡并称为敏月三大名山。 相传上古时, 摇的母亲纵南于山中, 逢道士而语化先去, 泰姆山因而得名。 传说东海诸仙每年聚会与此, 固有海上先都的美誉。 景区内共有三十六峰、四十五十、二十四栋, 适宜处以花岗岩风铭岩洞为特色, 容山海川岛和人文景观于一体的风景名声区。 阻风海拔九百一十七米, 站在峰巅眶眺望东海, 可见近海中的岛屿和山脚下的海湾。 秦川海畔, 山海相依, 气势辉宏, 景致独特。 主要景点有, 渝湖安, 国新寺, 秦仁谷, 银仙台, 葫芦洞, 一片瓦, 九里峰, 摩霄峰, 天门岭。 八, 三方七象。 三方七象景区位于福州市古楼区, 由三个方, 七条象和一条中轴街市组成, 因此资古就被称为三方七象, 是福州的历史之源, 文化之根, 文脉昌盛之地。 三方七象始建于西径, 完善于唐宋, 至明清达到鼎盛, 古老的芳香格局至今基本保留完整, 是中国都市为数不多的礼仿制度活化时, 三方七象一直是敏都名人的聚居地, 明哲徐, 沈宝珍, 严复, 明觉明, 明旭, 兵心等大量对中国近现代进程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 接触至于此, 使得这里充满了特殊的人文价值, 成为福州的骄傲。 九, 古田旅游区, 古田旅游区位于龙岩市上航县古田镇, 是全国十大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1929年12月底, 被誉为中国革命里程碑的古田会议在这里召开, 仅需拥有古田会议旧址, 新兴之火可以辽原写作地, 邪陈殿, 闽西大会会址, 文昌阁等一大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并建有古田会议纪念馆, 大部分旧址都在纪念馆附近, 纪念馆中能看到许多当年留下的食物和史料, 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那段真容岁月。 10. 妈祖文化旅游区 妈祖文化旅游区位于莆田市梅州岛, 是妈祖的故乡和成神地, 输有南国蓬莱的美城, 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圆明宁末, 公元960年, 也就是赵匡印发动城桥兵变的那年, 农历3月23, 妈祖诞生在梅州岛上, 公元987年, 农历9月初九, 因救助海浪而献出年仅28岁的生命, 百姓感念他的乐于助人在岛上匿庙祭祀, 成为三亿多妈祖信众信仰的妈祖祖庙, 从此后, 航海的人传说常见宁末身着红装飞翔在海上, 救助遇难呼救的人, 逐步树立了妈祖海上女神的崇高地位, 每年妈祖诞生日和升天日期间, 梅州岛朝圣旅游盛况空前, 被誉为东方卖家。 这就是福建的十个五维景区了, 我是孟姆, 大家记得关注我, 那下一期我们再一起聊一聊, 广东的十五个维景区, 拜拜。